又站又爬 又时还全躯在轮胎里 这只看起来像小狗 又像小熊的动物 可是上海动物园的当红新虫 在网上有了解到它 然后小的时候因为没有看过它 所以今天就特地过来看一下它 对 因为它长得不是很可爱 就是有点像那个打飞 毛髮潦草蓬松 眼神傻乱呆萌 还会黏着饲养员到处上山下海 其实它现在玩具有很多 但是它还是比较重情那个轮胎 还是非常喜欢玩轮胎 过宗雄君君上班也是要休假 每个月只有双处日会见客 但靠着耍可爱吸粉无数 卡哇伊的亲人形象 不止融化不少粉丝的心 更一样成为上海动物园的心境网红 在新闻 黄泉一报道